今天要向大家推荐的是千玺周刊Memory of Jackson第七十期 Listen to my heart 尽管我们再怎么打抱不平 千玺依旧做着她该做的事 走着她该走的路 世界不太平 万事得小心 可偏偏她心思如此干净 让你不由地放松自己 融入世界 有时候甚至觉得 她就是让人醉到温柔香的罪魁祸首 精心穿戴好的盔甲 被她一步步温柔卸下 那么就让我拥抱你吧 如今我已没了刺人的钢铁 只剩一颗爱你的心 跟随你踏过铁马冰河 悄悄入梦去 你的梦 给千玺唱首《初春的情歌》 作者 影湖吃喵小情歌 欲贤者心当自省 逢此一人得惠良多 目前最爱的就是她的随心有志 知事故所以脚踏实地平行以情 不事故所以无忧无不 无攀附 无竹流 身自有 踏仿千里 只心落淋雨 心自有 脚底方寸 却淋盈乾坤 有志有格 得品存信 所谓大杰出于淤 大胜勿于俗 所以乐于看她扫屋除垢 辟一片深周浮地花果山 在那里云海翻涌 大闹天宫 上面那段话是15年某天 我给你写的 后来看到一句别人的 无论什么时候 她总在活出自己的样子 我还啰嗦地坐了回尖吹 但大抵是相同的意思 每个人都能用自己 截然不同的方式 描画出完全相反的同一人 然而 只有一样千玺 你的粉丝写得最像你的 就是上面那句话 就是那句 自己的样子 标签如此严重的快餐社会 你是我遇到的一个 没办法凭标签坐结的人 也是大家都无法 轻易坐结的一个人 所以 有了四喜丸子 有了一千 更有了千面千玺 跳着西方HIPHOP 唱着东方民谣 起身金章利扬 提笔舒缓琴千 走的是时尚潮流 行的是中庸雅致 外表冷硬炫苦 内心干净温柔 端得是面硬成欲 笑起 却软如温暖 你没办法被脸谱化 因为你是矛盾共生 而与众不同 就连你粉丝的描述 描述安利也大都是细节为主 视力为阵 拆分你身体和灵魂的每一处 仔细推敲 结果就和我一样了 细微之处发现妙趣横生 整合起来必是亚然惊艳 再抬眼 一个脑残粉 就不小心诞生了 年纪大了 格外注重细节 抛开层栏叠仗的装饰 和美化 你最吸引人的 大概就是细微处的某些东西 你的面吸引眼球 俊秀清正的相貌 高冷不羁的气质 光彩照人的经历 张扬完美的表演 讲真 这些是舞台明星最基本的东西 一些前辈天王更是远胜于你 这些对我一个原本二次元的人来说 并没有太大吸引力 作为声控 把持不住的 对你有了好印象 但我一度也就止于此了 不曾想 你的内修 却是拴住我的那根绳子 我是个很喜欢私下观察的人 14年夏天的三分钟热度过去后 到年底吧 我都处于不动声色的观望状态 而你呢 飞雨流言贴身而行 有时连我也忍不住要皱眉头 后来随着时间向前 也不记得那几件小事了 很小很小 可能只是上年够的一些微表情和细声小语 是不小心拨开流言蜚语和恶意重伤后 看到的你 舞台上寡言少语的孩子 沉默着偶尔消沉和缓步上前 走得隐忍而又倔强 可一双筒里有藏在角落里的温柔却不服输 不同于我爱的孩子们 有着不安适适的本真的纯洁 不同于我爱的大人们 眼底有深切厚重的淡薄睿 那会儿的你就像是山间被踩在脚下的心损 被踩得很脏但依然硌脚 我正正好被你硌着了 不是我的脚 是我的心 所以说你是用精力切磋心骨 琢磨灵魂出来的独一无二 以前读过一篇文章 大敌是解惑究竟哪种特质是天才所有 哪种天赋是天才的必需品呢 答案是坚持 专注 执着 执拗 无论哪种说法 意思到位就好 宁某脸童收金灿 宣梅正骨 赤浩然 这是步步高公开课后 我看着你某张垂眸图写的 才知道我把你的眼神记得多清楚 从十年宣传片那一眼开始 就有人看到了你瞳孔里的魂 道步步高公开课 再到刚刚过去的全员加速中 你的眼神始终未变 愚人 有眼容易 有魂难 在心思特别一点的人 有魂容易 正气难得 再一种 时有正气 却不灵 视为一般善良人 我们大多数 也就在这里了 再往上 正气气灵 已是难得 而孩子眼睛有韧劲 算是生了一副主角 这样的孩子太多 可惜长大后 泯然于众人的 更多 所以 对于依然能从你眼睛里看到的 执拗闪亮 我是特别欣喜的 执念没有刻骨加持 就是妄想 从2005年11月的周冠军 做荧幕初始 一句 我妈要我和别人 与众不同 再来也不能没有家啊 我要杨明立万 让那些欺负我的人 都好看 背着壳的蜗牛天才 抓住篮球 不放的竹梦少年 到415音乐台的 意气风发 520快板的傻笑模样 815舞台的 王者气度 再到1128 玫瑰圆的赤城回馈 至今日 2016年的 纯真懵懂加速王 你走了各式各样的 故事人生 跌宕起伏 塑造的 却都是同一个季节 披心踏跃的刻苦 才是前奏 今年累月的坚持 视为基石 聪明人常有 而天才不常有 面具常有 而赤心不好有 追梦人常有 而梦成人少有 自古最伤是重用 自古最多也是重用 但我希望自己 正默默见证一个 不伤的传奇 其实我对你有好多疑问 最想被解答的 大概就是偏见和磨难 对你的影响了 也是下意识 不想你受委屈吧 所以我观察的 格外仔细 而这种观察 只会被你打断 因为你在用力的 让人安心 我也只好大部分时候 相信你很好 把那些看到 感受到的猜疑和确定 都抹去 因为喜欢 所以反而没办法 站到你的对立面 哪怕有时候知道 你可能在苛责自己 路终究是自己在走 而坎坷阻食 这些对你来说 好像根本不重要 你突然一夜之间 就抛弃了所有懦弱疼痛 所以更是不敢溺爱你啊 你那么拼的 只想让我们相信 你会强大 偷偷告诉我们 易烊千玺是个男人了 说我们是你肩上的责任 让我们学会依赖你 你说 你不懂为何 我们因为一些小事 竟比你还难过 其实小孩你根本就懂 要不然 不会有后面玫瑰园 那次高处直摔后的 土舌忍痛 对于没有成功展示的大招 你的那一句不要 无数次念念不忘的 十年之约 我们会在大的不得了的 体育馆开演唱会 当年的粉丝们都还在吗 怎么可能不在 怎么舍得不在啊 你太用力地在回报感恩 其实这不该是个 孩子就会的方法啊 我们用了几年时间 学会说话 却用了一生 学会闭嘴 而看着你那些做了 却不说的事 我也根本不忍心去回顾 你是怎么一点点 学会闭嘴行动 初心是个被太多人 用烂的词 却是你嘴里聊聊几句 但用十一年 尽力守护的东西 所以 哪有什么一夜成名 不过是百炼成钢 把了 你在追梦 也在造梦 你是明星 是爱豆 是偶像 是被社会造出的 一个美梦 所以你必须拥有 能承载他人情绪的 责任和能力 事实也证明 你做的比必须更好 之前把你当做孩子 疼爱的我们 不知不觉 就变成了一个 会借力成风的小小粉丝 光明正大的偷懒 把你拉出来 当范本学习 随时安放自己的负能量 在你的man气十足面前 做回一个 周身粉红泡泡的小女生 说到少女心 因为留学经历 接触过女权知识 我会下意识 用平权思想 评判现代中国 还不甚深思平权的男生们 而你的这方面 竟然让我惊喜 要知道 哪怕现在的小品和节目 塑造出的女性形象 也大多数横眉瞪眼 或角柔造作 无理取闹 说一句泼妇和作女 都不为过 但事实是我周围 没有一个女性 是这种样子 这种创作 也是很为我诟病 和不解的一点 最初心仪我的 是你甜甜软软的一句 我要做妹妹 听来甚是好笑 因为这是那个小小的 总冷着脸的千总 说出来的呀 这反差 瞬间蒙了我一跟头 后来发现你玩偶不离身 粉色红色 大大方方穿戴出来 偶尔的摇头寒切 同趣纯真 就知道你绝没有一个 被性别和年龄规则 禁锢的灵魂 当然 这也侧面说明了 你家的家风和家教 是多么平等包容 再后面就是你 对待女生下意识的 绅士行为 和不时的娇俏模样 我是第一次见到男生 这么生活化的娇俏 除了刻意逗趣的秀琴 和珍珍姐 余下你都把女孩子的娇美 演绎得淋漓尽致 却不搅柔造作 还有815那个白蛇娘子 我无法克制地 把你和他人的表演做对比 我又惊讶 又欢喜你的样子 你心里没有性别规则的束缚 所以你会毫无芥蒂地 用玩偶和糖果色 装饰自己的内心 所以你无谓 又尽力地完善自己的女团舞 小女儿作态地绕着辫子 邪腻他人 因为长存一份童话 所以你眼中的女孩子 又生来是美的 你不光教会我 学着真男人的责任担当 更重启了我的少女心 现在多自嘲或被嘲女汉子 女生在拼命强大的同时 也习惯了自年逞强 但如果男朋友都像你这样 你看你的粉丝 哪怕再硬的女汉子女强人 保护起你来 个个简直披甲带亏 刀枪不入 不都开始人手一个哭吗 心里重开童话王国 身边拥着玩偶骑士 凯蒂小猫 糖果色的各种周边 红红火火的傻笑出声 被三十家的你 带回到十五岁 每天少女心碰碰碰 画风美好的 不像画了吗 因为你有成欲浓烈 却浩然纯真的灵魂 你比此前遇到的别人都有趣 花一个多小时 给朋友做家子公奴的你 所以有了最新手工创作的 1128手工馆 用文字书本放松心情 沉淀自我的你 所以有了各种重拾书法 分享知识的突击队 周刊巴拉巴拉 搞怪逗趣 无限其思的你 所以有了喜天洋溢 有了脑洞大开的尖纸贺 因为有了享受舞蹈的你 所以也有了 用心去爱的骑士快闪 因为有你沉静坚韧的感情 所以才有长路陪伴 各种安静 Be with you的站子 你优秀的粉丝们 设计各个行业和类别 都是一群可爱而努力进步的人 所以跟着你 我也有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在不伤害他人和自己的前提下 被一个乐观且享受人生的人带着 努力地去追求快乐幸福 这不就是合格的偶像和粉丝吗 少年偶像 犯的是一起成长和共同进步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完美强大 不是因为你多厉害 而是你的自省和广阔 所以我拭目以待 小到一个字词的发音 未到一处不得体的沉默 还有一些不自觉的忍让 我都会悄悄私信给你 能看到是缘分 看不到是我的勤奋 你要知道 哪怕你努力做到再好 也不会成为他人口中的无缺无瑕 你不可能永远是大家眼里的孩子 但你现在还是孩子 所以不必苛求太多 建议和心疼是粉丝和你的秘密 喜欢你的绝对不是因为你有多完美 而是因为你有多真 小孩你只要在众人面前 一次比一次好就够了 路人不在意 所以等得起 而我们粉丝因为太在意 更是等得起的 作为粉丝会做好该做的 而作为孩子 不争不强 你开心就好 但也请给自己 一些任性的宠爱 原本是揣着慈母心来念叨下你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 你做的比我们想的都要稳 你的决定我无权干涉 如果抛弃掉感情方面的优柔可亲 你又不是你了 像你所说的 你想快快长大 因为你39岁的灵魂 被困在了15岁的身体里 我们也会不自觉地如你所愿 暂时遗忘你的沉默和瘦弱 躲在你蜜糖般修甜的爱里 变成不安适适的少女 拿你的大度和坚韧 无可奈何 所以 面对你脚下的某些暗处荆棘 我也只好随你笑笑 陪你一脚踩下去 双双痛的 神清气爽 忍得脚底踏风 一步血印 一步好的 走到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登登登登 总结呢 就是你很好 很帅 已经很完美了 人生苦短 在努力奋斗的路上 也要偶尔放放轻松 剩下的你 尽情地随心行走吧 作为一朵老玫瑰呢 想说 玫瑰是有根的 既然长在你身上 那可甩不掉了 更多精彩 请移步 千禧周刊 Memory of Jackson 官方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